这部分的话,刚刚有提到就是,这边有一个HDP section 这边这一行,这一行有一行,这边有一行 那同学有问说,那是不是可以把其中一行删掉,也不行 要不你就怎么样呢,把这一行搬到最上面去,搬到全域的地方 它可以呼叫到,要不然的话就是怎么样呢 要不然就是两行一定要都有的,这个地方,这个去,OK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 section 的物件,其他的相当观念 再来就是说,如何让你的 section 里面的东西清掉 因为我 set 进去,可以 get 回来,可是我今天希望里面的资料清掉 那清掉的方法非常简单,你就是在 section 物件上面,直接就是一个方法 叫什么,叫 invalidate invalidate 就是你呼叫这个方法之后,它就把里面的这个,这个里面的 section 的资料把它清掉 大概,大概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来看一个 sample 也是 login 的部分 login 的部分 那这个 login 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秀一下,就是 其实在 login 的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有一个 sample 就是写在 cookie 里面 那除了写在 cookie 里面,大部分还会写在 section 里面 为什么,因为你 login 进去之后的话,那通常 login 到某一个网站,它会把这个资料放在 section 里面 那等到你在跳到别页的时候呢,它会检查一下,你在 section 到底有没有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它才会允许你跳到 login 之后的画面 不然的话,有些人怎么样 他就把那个,你 login 之后的那个网址,把它记下 那如果你的 login 之后的网址,记下 下一次,没有 login 直接怎么样 把网址贴上去,直接连过去,可不可以 你会发现呢,基本上大部分网页都不行 为什么,因为它会先判断你的 section 也就是你 login 的时候呢,它会先把你的 login 的 username 和 password 存在 section 对不对,然后呢,再让你进到那个要连进去的网页 如果你有这个 section 它才可以进去,不然的话不行 不然的话,你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跳过 login 的那个画面 那这样就根本就不用 login,那要 login 干嘛 所以这个是一般会防止 user 自己进到那个网页的这种方式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那也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一样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 section 的这个专案里面 我们也是一样,先新增一个 login 的画面 那这个 login 的画面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跟我们刚刚的那个画面差不多 就是名称跟密码,按下登录嘛 那这里面的话,另外我们需要有几个 来去接 这里的话呢,再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 login 的这个 severlet 那severlet 里面的话呢,就是判断账号密码 如果说呢,特别需要,如果它的 这个跟前面一样 如果呢,它的账号等于 terry 然后呢,密码等于123456的话 那我们就怎么样呢,在这边建立一个什么呢 建立一个 set 从 request 里面建立一个什么呢 get section 点什么呢 其实特别需要,我们不是宣告一个 section 物件 而是直接从哪边呢 从 request 里面的 get section 的方法里面去 set set 什么 attribute 然后呢,里面有个 key key 叫做什么 login 然后呢,value 就是 user 那user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使用者打的这个名称 其实就是 就是 terry 然后呢,就把它存在 login 里面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转 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呢 request 里面有个叫 get request 这个 request dispounter 就是把画面再转移到哪里呢 转移到 user user 的画面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会多一个 serverlet 这个 serverlet 是什么 把这个地方再贴到 只是呈现这个画面 呈现画面里面呢 再把什么呢 section 特别注意哦 那边不是丢进去 对不对 丢到哪里呢 丢到一个 login 里面去 那我要怎么去接呢 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从 这个 section 点 get attribute 里面的 这个 key 这个 key 叫什么 login 去取得 然后看到已经 已经被 这个登录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我如果 输入那个 正确的 有没有 123456 OK 按登录的时候呢 那就会在这个地方看到 使用者 有没有 那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 特别注意哦 实际上是我透过 login 这个 serverlet 再转移到 user的 那个 serverlet 实际上是两个 serverlet 这个 serverlet login的 serverlet 只是做什么动作呢 判断到底 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呢 最后再转移 特别说 我怎么转移 特别说 这个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如果说 用view 之间的转移的话 我这个view login的view 要转换到另外一个view 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方法 叫做 get request despounter 这个 然后转移到哪一个view 特别至于就是 后面加一个斜线 跟幕幕底下的 这个user的view 然后 再用一个forward forward就是说 我要 到那边 然后并且把request 跟 这个respond 把它放到 这个里面来 传过去 这样的话呢 我这个view 就接收到 特别说 这个view的名称 要特别注意 这个view的名称 就是我们user 我这边有建立一个user的serverlator 那过来之后 它才可以接收到 那接收的方式 就是用section 来接收到 也就是说这个section 实际上是存在哪里 存在server里面的 memory里面 然后呢 我透过section 物件 那边set 这边get 所以它可以跨很多个serverlator 或者跨很多个jsp jsp里面也可以这样跨 serverlator 也可以这样跨 那你要转移过来 特别注意 除了说用放进去之外 这边有 这个方法我想要记一下 如果你要转移到另外的view 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地方 这个方法 这个也要稍微记一下 然后丢过来就看到 所以我想完成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到这个地方 那就表示成功了 那再来底下 它会有个超级的登出 登出 登出怎么做 所谓登出 就是说我们不是常会看到 一定会有登出的按摩 那登出是做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啊 就是把setion怎么样 清掉就好了 如果你setion没有清掉 对 下一个人如果讲 离开位置 对 那你没有登出 你只是画面 看到别的地方 它其实完全不用log in 它只要知道 你看一下你的记录 记录里面有曾经到的网站 它不用log in 它就可以直接到 要进去的网站 那就有问题了 所以 所以一定要做一个log in 那log out 那log out 那log out要做什么动作呢 这个地方 我在这里的话 就是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转移到log out view 那这个log out view做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啊 或者你们直接可以自己再写一下 其实就是怎么样呢 做一件事情就是 这件事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把这个呢 这个地方 section点的呢 invalidates 就是把它怎么样 把它清掉而已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最后我把它log out 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我按log out的话呢 这边会显示什么 使用者某某某已经登出了 只是秀一个画面 那实际上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是在执行这个预法而已 就是把section清掉 那section清掉之后呢 将来 如果登出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 我要跳到 刚刚那个view 那个view 如果我要跳到 刚刚的这个view 如果要跳到 里面的页面的话 它会弹回去 所以这地方的话 这个view 这个view的名称就是这个 所以我如果把这个view 假如说有人怎么样 我知道这个view的名称 我这个体验怎么办 把它贴上去 Enter一下 这边 就是这个view 它就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网页去 大概应该知道我会知道 就是 如果它不是经过section 它就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网站里面去 这部分的话 各位试试看 这个方法 用得非常普遍 一般的论坛 一般的 只要是一般要login到out的话 都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login 把它寄到什么section里面去 然后再转移到我们的某个例子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把它用什么 send read read 所以send read read 就是什么 转移到哪一个网页去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地方 我看一下 我的powerpoint里面 好像也有 也有画面 powerpoint有画面的话 第一个是 这个部分的话 是logout 这个是 longin 的 serverlet 然后 第二个 这个地方 这个是 user 然后 再来是logout 所以 这边应该在 我的powerpoint里面 应该都有 程式画面 各位也稍微参考一下 所以 这个地方最后 会有 第一个画面 是login login 的 HDM 然后再加上几个 一个是login 的 serverlet 一个是user 的serverlet 还有一个logout 的serverlet 所以会有 一个网页 加上三个serverlet 最后 让出来的结果 这会是 刚刚我们看到的 就是 执行起来 然后 这边的话 输入 如果错误的话 它应该会 又弹回来 如果正确的话 如果错误的话 它会 send redirect 直接又弹回来 如果正确的话 登录之后 它就会跳到 我们的主画面里面 按登录 就是使用者已登录的这个画面 然后按登出 登出的话 就会出现 使用者已登出的画面 大概是这样 一般的系统 一般的网站里面 一定会有这些机制 后面的话 运作 都是用section来做的 所以你说 如果你这个地方 不用section的话 其实真的还蛮 蛮不容易的 其他好像 除非说你用 存在一个 taste file 用IO的方式 不然的话真的 蛮麻烦的 试试看